就是先道歉 你在他們說情人節快樂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趕快打電話 跟我講情人節快樂啦 你怎麼可能 你不要再打我了 有一件事情就是 少爺哥從來沒有解釋過 再隆重的澄清跟說明一次 為什麼不合體 因為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雪蘭芳 歡迎來到可樂研究社 你的兩性知識專賣店 那今天的可樂名人房呢 我們邀請到誰呢 讓我來用面的一下 有點講不太粗口 今天這位來賓來頭不小 他曾是風靡全亞洲的偶像天團 偶像天團5566 以及183club的成員 丙王少偉 少偉哥 哈囉 我覺得你少講了一個 少講什麼 就是一天到晚跟我出現在 八卦媒體的男偶像 這個很難得耶 是在一個正式的節目裡面同框 這其實也是很多人敲碗 啊 記者 我今天穿得比較好看了 我們今天就是很難得是在這個 可樂研究室 對不對 研究社 你是不是滑到盜版 出現非常多專業的盜版 我自己都會 以假亂真就是要問博士說 這個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對 他們那些盜版真的太厲害了 好 那我想要問的是 很多就是新聞媒體常常捕風捉影 說什麼 5566不能亡啊 然後5566的不合啊 還是什麼的 就從以前新聞還有很多消息 有一件事情就是少偉哥從來沒有解釋過 但是也不會去極力的澄清或解釋什麼 5566合不合體喔 我跟你講就是如果要講清楚 可能講到天荒地老都說不清楚 所以我在這裡 藉由你們節目 我再隆重的澄清跟說明一次 為什麼不合體 因為我個人低調 怕太紅 怕賺太多錢 所以沒有辦法合體 現在這個狀況其實是 我們整個團隊最好的狀況 就是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計畫在不同的時間吧 人呢隨著時間啊或者是成長啊 可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想法 其實我跟幾位成員還是有在聯繫 也跟他們有在聯絡 革命情感這樣子 大家看不懂我們為什麼 他們三個人開演唱會我一直不參與 但其實我自己內心知道就是 這是最好的狀態 我還是重生 我個性比較低調 很怕出名 很怕賺太多千 所以沒辦法合體 那現在呢 你的演藝事業是以演戲為主 一些綜藝節目上面也很火藥 那你從以前年輕的偶像團體 那加上你現在的臉書又走那種殘風是不是 殘風 對 個人風格 我沒有追求什麼殘風啊或者是 我個人是覺得像殘風啊 道士風啊或者是什麼流浪漢風啊 對 就是只有一個字 爽 大家一直嘴巴掛著說做自己 但是真的要做自己喔 其實它是有一點難度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太在意別人的眼光 完全不在意別人的眼光 你才有辦法做自己 對 可是你怎麼樣可以不在意別人的眼光 才是做自己的最難最難的一個課題 我一路走來就是 從偶像團體一直到現在的這個狀態 我覺得我的迷惘是因為我們 成名的太早 紅的太早 所以以前我們不管做什麼事情 你說什麼話或你的演出作品是什麼 都會有大票死中的粉絲支持你這樣 那個時候其實我是迷惘的 剛出道的時候我就想說 我到底懂不懂演戲 懂不懂主持 懂不懂唱歌 但是我懂跳舞 因為我是跳舞進入這一個領域的 將近20年的時間 思考了這件事情就 我希望更踏實的感覺 演戲或者是主持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我都慌慌的你們怎麼會欣賞我 一直在思考這件事 如何讓我其他的表演 工作像舞蹈一樣 可以樂在其中 然後可以找到 真正的一個表演的精髓是什麼 知道這件事情是讓我踏實的 包含為什麼我會離開團隊回到一個人 我覺得一個人 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你去面對他去負責任的時候 你才會有那種成長跟蛻變的 給人家的感覺 那才是真的做自己 歷任的交往過程當中 是真的有交往的喔 不是被報到的喔 哪一段是讓你印象深刻的 那現在的你跟年輕的自己 對愛情有沒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相愛容易相處難 感情這件事情呢 不能是一頭樂 我覺得在一個舒服的相處的狀態之下 未來會是怎麼樣 就讓它自然的發生嗎 這樣也不太有邏輯 就是用未來的結果來斷定 你現在要做什麼 這樣倒果為因 我覺得不是一個很理想 也不是很合邏輯的一件事情 因為第一個畢竟未來是 你根本不知道的事情 何必用那個未知的猜測來 決定你現在要做什麼 你應該是用你現在想要做什麼 去決定你現在的路 去做你現在的選擇 你才有辦法去鋪未來的路才對 我認為是這樣 每一天過好 你才會有未來啊 大概36歲的那一年 有一個女生啊 如果以現在我來看她是非常適合 走路我下半輩子的一個人選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完全沒有 婚姻的觀念啊或者是 家庭的觀念 浪費了人家很多的時間 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我覺得那是重點 那就在她離開的時候 讓我突然發現說 哇 原來再好的人 你不把握她都會離開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很認真地 看待我感情這件事情 那經營的方式就是 彼此認識的時間啊 不要好像那個schedule這樣 好 這個時間要做什麼 我覺得就是拉長 用一輩子來看 我覺得認識一個人 一兩年都算是短短的時間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把時間拉長 那接下來呢 這是我們可樂時間 就是可樂名人坊的 名人的福利 可樂女孩戲劇 哇 她也是 她跟你一樣白耶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跟少爺哥玩一點小遊戲 我們不是來交友的 不是交友 這不是配對她 魅力測謊機 受測者將手放置測謊機上 如果梳謊桌上的燈會開始閃爍 請誠實回答問題喔 我們這個部分呢 是要展現少爺哥的魅力 沒有沒有變啊 蛤 沒有變啦 沒有變 你某波線 再說一次 我有沒有變 你變超帥 變超帥 我覺得她比以前帥吧 如果現在少爺哥撩你 你會忍受得了誘惑嗎 會撩我看看嗎 我當時都 你的幸運 定運數字是什麼 我以為你要問她說 你的幸運大不大 真的直接喔 因為她直接叫我撩她 然後我直接問她 幸運 幸運數字是什麼 我的幸運數字是6 不是 不是還是 我的幸運數字我先講 數字是10 你的幸運是89 為什麼 因為89不離時 他說聽不懂 聽不懂 情境巨挑戰 少偉跟藍芳是令人呈現的情侶 但在情人節的當晚 少偉卻沒找藍芳 這樣讓藍芳很生氣 我覺得我們蠻想看博士典看看 博士典 博士典 你知道今天是情人節嗎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要跟你 就是先道歉 因為我的助理 就敘敘 他把我整天的schedule都排滿 他也沒有提醒我 可是你有心就不會忘記啊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我今天還有問他 今天是幾月幾 他說少偉哥你不要問 今天就是把所有的工作做完 後來我在結束的時候 大家就說 大家情人節快樂 我才發現今天是情人節 那你在他們說情人節快樂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趕快打電話跟我講情人節快樂啦 有有 所以我現在是第一時間就是 帶著我的助理來到你面前 我說你那你下通告的當下 就要拿電話起來打了 我覺得要面對面說 不是你當下 要當面說 這場可以展現出我的歉意 你當下就要趕快先跟我說 我知道是情人節 可是你都沒有講 你怎麼可以忘記 你怎麼可以忘記 你怎麼可以 你不要再打我了 你都忘記了 要打 取六五次打 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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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的是一個成熟男人的魅力 我是 我自己個人啦 認為一個男人除了成熟之外 有一個還蠻重要的就是 幽默 我覺得幽默是一件還蠻重要的事情 小孩子在做選擇 如果可以的話 又要好看 又要有幽默感 我都堅決了 好盲目喔 你今天總算講了一個得分的話 然後還有呢 就是你們會不會好奇 平常少偉哥都在幹什麼呢 你們應該不會好奇 因為我常常在我的頻道裡分享 我常常去露營啊 從事一些戶外活動或者是運動 那或者是 我跟少偉哥去露營去戶外活動的時候 我們會幹嘛呢 對 這很重要 所以除了鎖定你的頻道之外 請鎖定 隔壁老王 耶 拜拜